南朝484,多少楼台烟雨中,出自杜牧笔下的江南春,虽然整篇抒发了作者的壮志未愁的报国情,但更关键的是描写出当时朝代,人们对建寺庙的狂热,当今社会,虽然没有封建社会的迷信,但人们仍愿意到寺庙中祈愿,在寄托美好的同时,也能增长很多见识,可是始终令人疑惑不解的是,寺庙中僧人居多,称呼却各有不同, 尤其是方丈和住持,要是弄不清楚区别的话,说不定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,然而这两种称呼的定位,还要从佛教的诞生说起,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佛教的诞生,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在印度次大陆的天空中冉冉升起,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之间,一位名叫乔达摩,西达多的王子,在今天的尼泊尔兰皮尼园诞生, 这位王子并非普通人,他就是后来被世人尊称为释迦牟尼的佛陀,佛教的创始人,释迦牟尼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,他出身高贵,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,但却选择了出家修行的艰辛道路,29岁时,他依然离开王宫,开始了六年的苦行, 在菩提树下顿物成道后,他开始在横河流域传播自己的思想,吸引了无数信徒,佛教的核心思想,包括四圣地和八正的,为人们指明了摆脱痛苦,获得解脱的道路, 这种思想不仅在印度本土广为流传,更跨越喜马拉雅山外,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,来到了中国,公元64年,东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特的梦,梦中一个身高六丈,头顶金光的神人从西方飞来,在宫殿中盘旋,这个梦境被朝臣们解读为佛陀显灵的征兆, 于是,汉明帝派出了一菜音,勤景为首的使团,前往西域寻求佛法,三年后,使团带着佛经,佛像和两位天竺高僧家业摩藤,主法兰回到了洛阳,他们用白马托在佛经,因此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外建立白马寺,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官办寺院,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原,随着时间的推移,佛教在中国逐渐扎根, 未尽南北朝时期,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深入的交融,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,战乱平整,人们渴望找到精神寄托,佛教的因果轮回,众生平等等理念,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,到了隋唐时期,佛教在中国迎来了空前的繁荣,唐代的皇室大力支持佛教发展, 著名的玄奘法师西行取经,为中国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,同时禅宗,天台宗,华严宗等中国本土佛教宗派纷纷兴起,佛教文化深深的融入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, 方丈一子,最初并非用来称呼佛教高僧,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道家典籍列子中描述的仙山,据说,在东海之中有三座仙山,分别是方丈,盈州和蓬莱,这些仙山上住着长生不老的神仙,山中遍布灵之仙草,秦始皇曾多次派遣方式入海寻找这些仙山,希望获得长生不老之药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徐福的东渡之旅, 传说徐福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出海寻仙,却一去不复返,这个故事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,甚至在日本,韩国等地也有相关传说,随着时间推移,方丈一词逐渐演变,在道教中成为了对有道行长辈的尊称,庄子,天下篇中说,方,道也,大代礼记,本命则说,长,长也,两相结合,方丈就成了对有道之士的景称, 当佛教传入中国后,方丈这个词又有了新的含义,在《为摩羯经》中描述了一个神奇的场景, 为摩羯居士的房间虽然只有一丈建方,却能容纳数千人,这个故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,方丈因此也成为了禅林中住持居所的代称,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, 方丈逐渐成为了对寺院住持和德高望重的高僧的尊称,这种演变反映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,如何巧妙的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, 使得佛教更容易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和理解,住持一词的出现,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, 最初住持并不是一个职位,而是一个动词,以为维持,传承,安住佛法,在早期的佛经中,如七佛经中就有住持教化,一说法教的说法,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深入发展,寺院的规模不断扩大,管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,在这种背景下,住持逐渐从一个动词演变成了一个具体的职位, 这一变化的关键人物是唐代的百丈淮海禅师,他制定了著名的百丈清规,详细规定了禅宗寺院的各项制度, 在这部规章中,住持被正式确立为寺院的最高管理者,持修百丈清规,住持章中明确指出, 使奉其师为住持而尊之约长老,如天竹之称设立须菩提,以此得具尊严,到了宋代,住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, 每个寺院都设立了住持一职,负责处理寺院的大小事务,住持不仅要负责讲经说法, 主持法会,还要管理寺院的经济,维护寺院的秩序,可以说, 住持就是寺院的当家人,值得注意的是,住持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, 首先,候选人必须有较高的修为和学识,品行端正,身体健康, 其次,他还需要得到寺院长老和其他寺院的认可, 最后,还需要得到官方的批准,这种严格的选拔制度, 确保了担任住持的僧人都是德才兼备之人,随着时间的推移, 方丈和住持这两个称谓在寺院管理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分工, 虽然两者都是寺院的领导者,但他们的职责和地位还是有所不同的, 住持可以说是寺院的日常管理者,他负责维持整个寺院的正常运转, 包括讲经说法,管理资产,处理内部事务等, 每个寺院都会有一位住持,他是寺院的实际负责人, 而方丈则是一个更高级的职位,通常只有规模较大, 影响力较大的寺院才会有方丈,方丈不仅要负责自己所在的寺院, 还可能同时管理多个寺院,他们更多的承担着传承佛法, 弘扬佛教文化的重任,成为方丈的条件也比住持更为严格, 首先,方丈通常是经过传法的高僧, 其次,要成为方丈,不仅需要个人的修为和威望, 还需要得到佛教协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, 可以说,方丈既是宗教领袖, 也是佛教界与世俗社会沟通的桥梁, 值得一提的是,一位优秀的住持经过多年的历练, 也有可能晋升为方丈, 这就像是现代企业中,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可能会升任为集团公司的董事长, 例如,少林寺现任方丈施永进, 就是在1986年经宗教管理局批准, 从住持晋升为少林寺草动正宗的第29代方丈的, 随着时代的发展, 寺院管理也在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, 在保持传统的同时, 现代寺院也在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, 首先,寺院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, 许多大型寺院都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, 明确了各个职位的职责和权限, 住持和方丈的任命也更加透明, 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和审核, 其次, 寺院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拓展, 除了传统的宗教功能外, 许多寺院也成为了重要的文化和旅游景点, 这就要求寺院管理者具备更加全面的能力, 不仅要精通佛法, 还要懂得如何与政府、媒体和公众打交道, 再次, 现代科技也被引入寺院管理中, 许多寺院开始使用电脑系统管理财物, 信徒信息等, 一些寺院甚至开通了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, 以更好的与信众互动, 最后, 寺院管理也更加注重于社会的互动, 许多寺院积极参与慈善事业, 举办各种文化活动,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, 这也要求助持和方丈具备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, 纵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, 我们可以看到, 方丈和助持这两个称谓的演变, 不仅反映了寺院管理制度的完善, 更体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, 在新时代, 寺院管理者面临着传承传统与适应现代的双重挑战, 如何在保持佛教本质的同时, 让佛法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, 这是每一位住持和方丈需要思考的问题, 无论是如今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的寺庙, 还是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少林寺, 都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重要的一环, 只不过我国是一个历史进程稍有艰辛的存在, 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, 日寇对于我国国土民众烧杀强烈, 无恶不作, 就连一向不问世事的佛家地都免不了遭殃, 特别是我国的少林寺, 在当时也会收留难民, 但是助持的坚持也就是如此, 少林寺也引来了一场浩劫, 虽然当年的少林寺受到了重创, 但是助持却死死守住了那一方净土, 直到日寇被打出国土, 我国重建佛家文化, 这位助持也受到重用, 多年之后, 这位助持凭借着良好的口碑和善良的心地, 成为了新一代的方丈, 佛寺文化也借此得到了更好的传承, 新的时代不仅仅引来了全新的中国, 对于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了许多的改进, 让他们更加适应这个全新的时代, 也正是这样的变化, 才让助持和方丈都有了各自全新的定义, 也算是与时俱进的标志, 可千万不要再混淆了,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 自古以来, 我国一向是包容外相, 不管是遇人千年的儒家文化, 还是像佛教这样的外来传承, 中华都能都为他找到一处栖身之所, 取其精华, 取其糟粕, 如此博大的胸襟是千百年来属于世界东方这个大国的气度, 如今的佛教就像是中华民族一般迎着曙光在一步步的前进, 在国内有了全新的地位, 有着如此强大的母亲最靠山, 佛教的助持方丈们也不必再遭到无情冷血的洗礼, 正是祖国的进步, 强大才换来了如今各行各业的兴盛, 佛教虽然只是众多儿女中的一个, 但是它的正规, 体质化也从此面展现着属于中国的独特韵味, 都说佛度有缘人, 佛联天下苦命人, 这份仁慈背后最大的底绩就是我们的国家, 佛教人们修心养心, 做事要平心静气, 不可急躁, 不可贪婪, 这种种的教会与我们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也是离不开的, 佛教和道教一样, 都是我国宗教的基础, 但是只有有了完整的体系才能跟上国家的发展, 这也是方丈和住持有所区分的真正原因, 正所谓, 无规矩不成方圆。